最近在軒仔的IG看到她推介這款家居版的Starbucks咖啡 聽說她們在韓國和日本已經賣斷市 今天就讓我實測一下這個家居版的Starbucks 和外賣版的咖啡有什麼不同 家居版的Starbucks總共有五款口味 今次就挑選了其中一款經典飲品Cappuccino 實測一下究竟是什麼味 咖啡製作方法很方便 只要將咖啡膠囊放入咖啡機之後 再按照包裝上的指示調教水量 不用一分鐘就完成了 家居版的Starbucks平均每杯不用五元就喝到 CP值相當高 杯Cappuccino就沖好了 馬上看看兩杯究竟有什麼分別 想不到家裡沖的咖啡都可以做到漸層的效果 可能他們就用了同一款咖啡豆 所以喝下去咖啡的味道就沒什麼分別 而我最欣賞就是家製作這一杯 奶泡都可以做到好像店舖一樣 味道比較creamy和很香 所以喜歡喝Starbucks咖啡的你 有多個選擇吧 下次再見 下次再見 下次再見